今天代表政府 接待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 孙女还有他的正孙 还有各位开国元勋 先列列后人 回顾历史 有这么多年轻活跃的生命 可以把头颅把日血 为建造一个民有民智民想的 现代化的所谓共和 一个合众国 由众人来治理 推翻地制 这种伟大的胸襟 气节 还有牺牲 勇往无悔的精神 真是惊天第二击鬼神 也由于我这一股浩然的正气 中华民主才能够脱离数千年的地质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的国家 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到今 一百岁 我们只要坚定 我们只要坚定向前继续迈进 把过去六十几年来 可以说在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我们真正落实了 民权 民族 民生 马总统 他不只是在人格上 敬重 国父跟先列先 他精之赢之 脚踏实地 所以这次是今天我们台湾 真正实践了 国父跟先列们的建国的理想 我们每一个在工作岗位上的 不分哪个工作岗位 一定节制尽忠 为国效命 为民服务 也希望在海外的侨胖们 同时 大家同心协力 让中华民国更好 让台湾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